在未来2044年 来自半人马座的文明侵袭地球 由于科技相差悬殊 导致地球大部分城市沦为废墟 世界各国立刻建立巨型防护罩 抵御入侵的同时 希望可以与外星人和平相处 可残酷的战争依然持续数年 直到后来人们幡然醒悟 人类只想生存下去 而外星人想要的却是整个地球 逐渐越来越多的人放弃幻想开始抵抗 可人类始终都是惨败收场 带着仇恨长大的杰森成为了科学家 同时还有一位深爱的妻子 然而这天突发的新闻 却引来杰森的注意 原始森林刚刚发生一起山火 这让杰森非常吃惊 因为那里正是自己与艾莉度假的地方 可此时的杰森并未多想 立刻投身到工作中 因为经过三年的不懈努力 他们成功研发出一种大范围杀气 然而杰森内心却十分矛盾 因为这虽是对抗外星人的至甚关键 但人性的贪婪却不配拥有它 这些话让一旁的好友十分诧异 正要继续追问 杰森突然意识到什么 找到借口准备离开 这时一个陌生人突然叫住杰森 他是地球安保局的凯瑟 前来调查是否有人渗透进实验室 然而就当他与杰森握手时 袖口突然弹出神秘武器 产生的高压瞬间将杰森击倒 此时杰森的眼前出现很多奇怪的画面 接着便失去了意识 带到杰森从昏迷中醒来 发现自己被绑在了椅子上 这时抓他的凯瑟走进审讯室 上来就质问杰森不是人类 因为他们截获了半人马星的情报 从中得知外星人早已冲破防护潜伏到了地球 他们偷偷杀害人类 在用机器人重新塑造一个完全一样的生化人 并且拥有着人类的情感和记忆 而这些生化人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份 直到他们接近人类统领时才会出发 然而这些无端的猜测让杰森恼怒不已 眼看杰森还在执迷不悟 凯瑟直接放出一段图像 这是他们在火星基地抓到的生化人 录像中的男子坚信自己就是人类 但随后却在他的体内挖出一颗炸弹 此时的杰森百口难辨 只好将希望转向多年的好友 让他证明自己只是人类 结果对方对此却无动于衷 这时凯瑟下令对杰森进行解剖 眼下已经没有任何希望 看着那冰冷的仪器 杰森决定不再坐以待毙 抓起一旁的短刃刺向看守 接着挟持看守打算离开 可凯瑟毫不犹豫地将守卫射杀 见状杰森顺势躲进一旁的管道逃跑 此时四周的追兵越来越多 杰森打算乘坐电梯离开 结果却发现电梯正朝着他上升 下一秒电梯门缓缓打开 紧张得他毫不犹豫地抬枪射击 虽然成功地消灭了追兵 可杰森却愣在了原地 原来他的好友也在其中 崩溃的杰森痛苦不已 可凯瑟的追兵也赶到了这里 无奈杰森只好继续逃亡 好在成功摆脱了追兵 这时那些幻觉在脑中再次出现 不明所以的杰森只好向妻子求助 希望艾莉帮他做对比检测自证清白 可此时的艾莉早已被人监视 杰森只好趁着夜色继续逃离 而此刻城市的护照正遭受着外星人攻击 安保局清朝出动抓捕生化人 而此刻男人早已离开城市 一路来到防护罩外的贫民窟 这里占满了被抛弃的人类 虽然杰森小心翼翼地躲避 可安检设备还是拍到了他的踪迹 即刻派出士兵将废墟封锁 是要抓住这个被外星人改造的人类 然而被冤枉的杰森却无处解释 只能逃进居民楼中躲避 可这时士兵却动用先进的扫描仪 通过抽取防护罩的能源将设备启动 果然墙壁后面的图像一清二楚 很快锁定了杰森的位置 由于墙瓷照射 杰森四周随之产生波动 大感不妙地他赶紧逃离 此时大批士兵已经涌进居民楼 根据提示来到了目标位置 结果发现的只是一个生病的女孩 殊不知杰森早已被赏金猎人抓走 通过核对知道杰森价值不菲 立刻将他带回城市边缘 准备把他卖掉换取报仇 可杰森知道回去必定凶多吉少 情急之下开出筹码 知道城市外的生活贫苦缺乏物资 只要哈德将他放了 自己便可以帮助他们搞到缺少的药物 这种条件立刻引起哈德的兴趣 随即二人便达成了共识 然而在这之前 他们需要把杰森体内的芯片取出 这样设备就不会识别出他的身份 准备好的二人即刻出发 可此时哈德还是对杰森有所怀疑 向朋友打探他的底细 可没想到三人早已认出杰森的身份 果然好友还是背叛了哈德 直接将他击飞了出去 然而就在三人打算带走杰森时 起身的哈德抢过短枪 直接杀掉了一名好友 剩下两人只好仓皇逃跑 如今杰森二人各自都杀过朋友 自然也放下芥蒂成为了好友 随即二人便来到了城市的广场 可紧张的情绪让杰森感到不安 推开一旁的哈德发疯逃跑 同时大脑中再次出现幻觉 接着便晕倒在人群中 当杰森从昏迷中醒来 发现自己已经被带到隐蔽的角落 此时的哈德再次怀疑他的身份 杰森只好向他讲述一切遭遇 同时坚信自己不是圣化人 这时凯瑟的追兵再度出现 于是杰森便有了大胆的想法 掩饰身份偷偷走向凯瑟 接着将拆下的定位芯片塞给了他 由于通信之间有着数秒的延迟 这也导致凯瑟的搜查出现了误差 士兵一直在追着自己的路径转圈 连续搜查的凯瑟早已晕头转向 等到他发现时已经为时已晚 此时的杰森二人早已潜入医院 利用手套上残留的指纹成功将大门打开 看着琳琅满目的药品 这让哈德十分高兴 随即便拿起袋子大肆搜刮起来 而杰森知道他是为了帮助废墟中的孩子 因此主动帮他甄别那些有效的良药 此刻哈德完全放下戒备 主动将自己的短枪扔给杰森 面对他的善意杰森不再啰嗦 即刻前去寻找证明自己的办法 这是一台可以看穿人体的设备 体内任何私藏都将无处遁形 随着将机器启动 六根机械臂释放射线进行扫描 跟着向上移动的光点 杰森腿部的组织变得清晰可见 他想用此方法证明自己不是生化人 可此时医生却对护士发出了预警 同时按下了警报器 而实验室的门外 大量人类的士兵已经包围了这里 这次是要将杰森抓住 而这边的扫描将要接近心脏 设备却突然发生故障 正当医生感到好奇时 紧闭的大门突然打开 原来是好友哈德赶到 赶紧提醒杰森逃跑 话音刚落两名士兵就在身后出现 杰森见状立刻停止了扫描 随即双方便展开殊死搏斗 虽说哈德身手敏捷 可还是被潜伏在暗处的医生得逞 杰森见状赶紧上前救援 简单为他处理下伤口 接着二人决定分头逃离 虽然一路凶险 好在杰森对路线非常熟悉 几经周折还是成功逃出了医院 这是杰森再次看到森林起火的新闻 想到自己与艾莉刚好去过那里 或许那里才有他想要的答案 立刻与艾莉取得联系 让他去当初约会的地方与自己会合 很快艾莉按照约定找到了杰森 原来杰森只想证明自己不是生化人 推断森林大火是由外星飞船坠毁导致 只要能找到外星人的尸体 便能证明改造计划并没有发生 一切只是高层的阴谋 可这时凯瑟小队也追到了这里 杰森见状赶紧拉着艾莉躲避 结果二人误打误撞发现了坠毁的飞船 为了自证清白 二人尝试打开飞船的舱门 此时追兵也赶到了这里 令人意外的是 凯瑟居然承认了数据错误 请求不要打开舱门 但杰森完全不顾凯瑟的劝说 成功将舱门打开 结果眼前出现令他震惊的一幕 舱内躺着的居然是艾莉 凯瑟只好承认艾莉 才是他们要找的生化人 杰森只是他们放出的诱饵 发生的一切让艾莉崩溃不已 转身刚要逃走 凯瑟果断连开竖枪 成功将生化人击杀 此时杰森虽然不愿承认 但一切都是事实 抱着艾莉的尸体悲痛不已 这是一旁的士兵疯狂呼喊 杰森的尸体 意味着眼前的杰森同样是生化人 这时杰森突然与炸弹融合 巨大的冲击瞬间将周围一切化作粉尘 犹如河豹般蔓延数十公里 然而战争并未结束 废墟中的患者成功得到救治 这让哈德看到了希望 然而当他看到这次事故的报道 听着杰森那些希望和平的话语时 内心却再次陷入了迷茫